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舅爷 赶紧想个折呀 您别光顾着吃喝 这三十块大洋呢 三十块 那还叫赚呀 签着 反正洗珠子是吃开口饭的 容易挣钱 谁挣钱都不容易 不管怎么说 我不愿意签账 我想赶紧还上 指望着拉车还不上 想想 做点生意 倒是容易还上 北京城 只要你胆大 没有不开张的事 想想这个哲是真的 我除了会卖烟卷 我不会干别的 那是你们笨 只要很弯腰 肯赔笑脸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只把那天河拉车 只够吃窝头的 还不上这 我再回去想想 天河 舅爷说的那些话 你听进去了吗 哼 他说的呀 现在还在我这耳边 懵懵叫 救援的人就那样 不过他说的话 也有道理 我说光靠这拉车逢穷 这钱是还不上的 那你说怎么办 反正洗珠子的钱 一天还不上 我这心里就一天不踏实 这样 我多拉点远活 不就行了吗 天河 这天凉了 这门口的风更大 以后你就甭睡门口了 睡吧 忍住了 马上就好 生了 这天烟草就黑了 对我也散了 我怕我是夺过这一劫了 这当兵打仗的 谁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 这我都知道 但是这次 阿盛的 你听我说 我身上还有几个手榴弹 还有把枪 你都拿着 赶紧走 不行 用走一起走 干 混蛋 我腿伤成这样的 我怎么跟你走 你带着我就是雷坠 咱不能让敌人捡了便宜 能跑一个算益 赶紧走 我告诉你 只要有一口活气 就得想法活下去 行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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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哥 我下不去手 傻小子 你这是帮我的 我这伤口要是化弄 我这小腿又废了 你要是谁还不敢来 我自己来 我 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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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老师哥 我 我宰过猪 宰过羊 我没动过真人 我 我的祖龙呢 你这是玩我呢 你这么着 你拿我当猪 当羊 当 当什么都成 你快点动手吧 天和 回来了 回来了 快洗个手吃饭 哎呀 你说你也真是的 说了让你早点回来 怎么还拉碗啊 哎呀 这不是火味多吗 就多拉了鸡汤 你看看 你做了什么 呦 鸡汤啊 这是什么日子呀 别说那么多了 赶紧趁热吃 慢点喝啊 别烫着 你怎么不喝啊 你怎么不喝啊 我还不饿呢 你先吃 你要不喝 那我也不吃了 行 那我喝 谢谢 喝呀 喝啊 先紧着你吃 来 吃着 来 吃吃看 天河 你还没问我 今天干吗还这么高兴呢 对啊 为什么呀 咱们欠洗珠子的钱还差十块 就都能还千万了 这么快呀 你说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是 来 来 来 多吃点啊 天河 我刚才说的话是认真的 以后别拉这么晚了 我没事 你看你们车行其他人 白天拉了车 晚上就去澡堂子 舒舒服服泡个澡 以后每个星期啊 你也去一次 请解罚 早点吃吧 好 好 有一点 好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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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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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和 怎么还回来这么晚呀 怎么了 没事 什么没事 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 市不摔了 没事 没事 我说了没事就没事 别像个老娘们儿 是叙叙叨叨的 你烦不烦啊 我去给你热了热头 喜老板 男老太爷 有日子没见您了 是啊 喜老板现在这小模样 长得是月发的俊俏了 您现在是惊非喜比了 攀上高枝了 对我们这些老戏骨 就不稀罕了 是不是 男老太爷 看您这话说的 您不也是捧了别人的场吗 这事啊 得是粥鱼打黄盖 要不说什么都白搭 您说呢 你可别怪老太爷不提醒你 您要是跟齐二这种黑道上的人勾当 喜老板 哄不了 哄不了 谢谢男老太爷的提醒 我呢还得赶场 有空啊 您来续园子玩 我让二爷给您留个座 依捧 antim 是 皇帝 看 我这 这 怎么立刻 搞的 你 Vog disorders 都是 那 老乡 有人吗 老乡 有人吗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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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好给我吃的吗 我们是好人啊 老乡 钱 钱 小子 昨天让你脚底下抹油跑了 这儿你往哪儿跑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呀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问你媳妇去 咱跟她废话 是 是 谁呀 找 找 走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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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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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 莲花 谁呀 是我呀 张师傅 莲花 不好了 天鹤出事了 她被人打了 在协和医院呢 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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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拉你去啊 好 谢谢 哟 那十块大洋呢 师傅 这也太贵了 莲花 要不咱转一家医院 托人堂那李大夫 是我的常客 咱们找着她 让她帮个人 大夫 如果我们要明天出院 能省多少钱呢 副长官 你先生伤手那么重 要怀疑 扎山不上风 可就麻烦了 你们中药里 也没有腌尿 会自然的 大夫 那我们的钱 确实不够啊 也不挣吧 你们有多少 钱跳多少 不够的 明天拜见 走到了再送来 我看行 大夫 那谢谢您啊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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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扎呼呼的 你们喊什么呀 报丧哪 你爹死了 不是 昨天我们把天河揍了一顿 听说 直接就送协和医院了 治不好能废了 那就对了 不过咱上报纸啊 别 还我 你们这帮混蛋 请给我惹事 办事 不能利索点 看见记者了 不能躲在这儿 你这不是毁我的名声吗 二爷 您别动气 您想开点 反正咱名声已经这样了 您为这点事 伤了身体 你不要脸 还是拉着我也不要脸是吧 没有 没有 拉个垫背的 没有 你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 没有 现在不是大清王朝的时候了 现在是民国 民国 民国 这个 民 呸 我也别跟你说了 说了他妈你也不懂 没文化的东西 不学无术 那咱们这帮兄弟也不能饿着肚子 咱们干的就是这营生不是吗 这蛮北京城 帮派多着呢 青帮 红帮 说得着的帮派 多着呢 那帮混蛋怎么就没上报啊 偏偏就你们上报 我说呀 你们在打人前 怎么不敲敲锣打打鼓 我聚聚人气儿 秦也 秦也 你咋打他呢 你怎么来了 二爷 你先下去了 柱子 一大早的 这又是怎么的 哎呀 我的小姑奶奶 哎呀 我的小冤家 又怎么了 我问你 是不是你找人打天河了 是啊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柱子 这可是你说的 哎呀 我说的是莲花在欠我的钱 是那个女的 您当初答应我给我出气的 您都忘了 柱子 她们是两口子 我打谁不一样啊 你也知道 二爷我是真心地喜欢你 我疼你 可是你心里 总挂着别的男人 二爷替你报了仇 你还厚着他 二爷我 心里不是滋味啊 二爷 您想多了 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的是真的 您心疼柱子 我心里明白 这一个女人 一辈子能碰到 懂自己的男人不容易 柱子 会珍惜 好 柱子 你要心里 真是这么想的 二爷我也就放心了 二爷我答应过你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您怎么做 柱子 这个你拿着 我们这行有一章 就是渴着劲儿来 让你的仇人借钱 钱借多了 就能灭了他 这叫倒脱削 那个男人住进了洋人的医院 医药费肯定很贵 莲花一定会找你借钱 给那个男的看店 到时候 你就把他给他 记住了 一定要把借据留下 莲花他还能跑得了 可是 他要是有钱呢 有钱也没有关系 洪七肯定会借购 这老家伙 我清楚 他是有一个 敢花俩的主 我心里有数 这是我起家的拿手本事 到时候 把莲花卖得拔大糊涂 给你解析 这 这能行吗 能行 肯定能行 来 天荒 天荒 天 天荒 我去洗碗 朱子 进来坐 进来坐吧 天荒 你看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这是谁呀下这么大的狠手 下手的那个人就是乌龟 就是王八蛋 瞧你急的 我没事 我的身体撞着呢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现在 胳膊也折了 腿也折了 我就没办法再拉车挣钱了 你说什么呢 你还要拉车呀 你就好好养病吧你 没事 朱子 谢谢你来看我 可是你不知道 现在事情不一样吗 我得养家 房租 药费 吃喝 要不然 都哭了凉花了 行了 行了 张嘴闭嘴的全是别人 你这心里头就不能先想想你自己呀 当然了 莲花是我媳妇 莲花姐 我走了 我先走了 莲花姐 我知道你现在不容易 这张银票啊 你先拿着用 不行 上次借你的钱 刚还清 不好意思再要你的钱 我这不是给你用的 我是给 你看天鹤都上成这样了 必须马上至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不会还因为我跟天鹤以前的事 不肯收我的钱吧 好 妹妹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是这钱 我真的不能要 那什么呀 都是苦命人 赚点钱不容易 我要了这钱 我心里不踏实 看病要紧啊 这 要是你心里真的觉得不踏实 那这样 你给我打张欠条 这行吗 这怎么不行啊 你把这银票呀 快收下 这洋人的钱啊 早接早了 那等到你晚上回去的时候 你给我打张欠条就行了 行 谢谢你啊 不用谢 那 那我先走了 我晚上等着你 好 走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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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花姐 快 进来坐 来来来 我不坐了 朱子 这个还给你 你 这 这你没交啊 我去交了 后来那杨大夫 见我吞吞吐吐的 就问我怎么回事 我把情况跟她一说 没想到她人还挺好 说那你先回去吧 说宽限几日再说 这个杨医生 也太多管闲事了吧 多管闲事 朱子 他这是帮咱们呢 是好事 我真没想到 这洋人里啊 还有好心眼的 那你先睡吧 谢谢你啊 我回去了 看你出的缩主意 人家莲花 根本不吃这一套 把我这好料话说尽了 就是不管我借钱 那他跟谁借的 谁也没借 那个杨医生说了 有钱再还 杨人的地盘 可真不好办 原来 你们斧头帮 就这么点能耐啊 闹了半天 就这么点点子 连个女人都搞定不了 算我看走眼了 既然今天这话 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就让你看看 我斧头帮的厉害 雷三 把那个女的给我办了 把那女的办了 对 我怎么办啊 你爱怎么办你怎么办 韩生气啊 别太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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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吧 嗯 杨浩 都在哪儿啊 跟我去见齐二爷吧 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同期的事 去了不就知道了 走吧 关事娘 别担心 我马上就回来啊 走 我 带花儿 你还快走 别别别别 走吧 知道今儿个找你来干嘛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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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爷们把我兄弟给打了 是你们干的呀 您真有意思 你把天鹅打成那样 我们来找你 你倒先来找上我了 我 你话还别这么说 是你爷们儿先动的手 事出有因吧 他就是一拉车的穷利宝 再不懂事儿也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 凭什么招惹你们呀 我 行了 跟他哪儿那么些废话呀 搭搭搭 你 梁花 我告诉你 我们斧头帮 压根就是在黑道上混的 你要是想不明白 那就当他们哥几个 看着你别扭 不顺言 非要帮你卖到青楼去 您就是齐二爷吧 算你有眼力 齐二爷 您看在喜珠子的面上 大人大量放我一马 我想给呀 可是喜珠子有什么面子 我知道 您捧珠子呢 我跟她是好姐妹 在一个院住着 她要知道您这么对我 肯定也不答应 您就给个面吧 就是给喜珠子的面 那珠子她也得自己来呀 帮你求情啊 她都不来 你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哪在哪啊 傻丫头 压根就是喜珠子设的套 真是好让你钻呢 你还指望着她的面子 我明白了 恰一这么帮喜珠子 她肯定在您府上呢 麻烦您把她叫出来 我跟她说两句 这 她还真不在 她要在 还真不好意思 把实情透露给您 成 您不帮我 我自己喊 喜珠子 喜珠子 你要是在的话就出来 咱们毕竟是一个院苦过来的 如今生子死了 天和住着院 你还跟这种人串通好了 一起来害我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撒什么朋友啊你 把她给我绑走 珠子 真的是你 咱们平时关系不错 你干吗这么害我呀 关系 我们俩之间什么关系啊 自打天和娶了你 我们俩之间就只剩下恨了 敏花 你别怪我心狠 是你先不仁不义的 今天 你落成这样 也算是老天开了眼 行了 行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让她按个手印 拉她把她回头去 过去 过去 看好了 太生气了 死也得让你死个名呗 来 来 都一下午了 您到底买不买 我想买呀 可我没钱呢 去去去 没钱别瞎子当工了 影响我生意 我不能走啊 我一走了 你把这俩宝贝疙瘩 给我卖了 我上哪儿找去 您这人怎么这样啊 您没钱 还不找我卖别人 我现在是没钱啊 可待会儿我外甥女 给我送钱嘞 真的 那还要假呀 查见没有 我喝的什么茶啊 福宜泰大 讲究人 能没钱吗 我告诉你 我外甥女莲花 那是清朝的格格 哟哟 哟 洪爷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 怎么了 出事了 我刚才瞧见七爷手下 把莲花给绑走了 什么 往哪儿去了 好像是欺负方向 你没看错吧 看上去 我差点娶的媳妇 我能看错吗 喂 皇上 你不是说那外甥女儿 给您送钱吗 我找刘巡掌 不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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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刘巡掌 不行不行 有事儿 刘巡掌有事儿 什么的 什么的 红爷 哪骨子歪风把您吹来了 这个刘巡掌 我报案啊 你报什么案 你报什么案 莲花啊 莲花让齐二给抓走了 不是 您这个可不能万说 你有证据吗 有啊 樊巡掌 樊巡掌亲眼看见他 樊巡掌 那你把他叫过来 对个口供 不对 那个 刘巡掌 樊巡掌那人你可知道啊 人了 又胆小怕事 你 刘巡掌 王爷活着的时候 带你可是不保啊 那我也没办法 你又没有证据 我们警局不能随便去抓人 随便去 去查人家吧 哎呀 你说莲花现在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样 是死是活 刘巡掌 您是知道的 齐二那帮人 杀人不眨眼 莲花一大姑娘 人又长得水亮 这不是羊肉虎口吗 是这 兴多其少 哎呀 哎 你等等 好 要不这样吧 你就报失踪案 这样 虽然我们不能去抓人 但是 我也能过问一下 哎 好好好 那哪儿吧 好 我去等个这 哎呀 快快快 什么莲花 荷花 出品的 我一概不认识 你们几个 谁跟这事有关呢 老老实实地站出来 省得我和刘巡掌 着急 二爷 你别瞧我呀 我最近一直吃战念佛 诵经打坐呢 二爷 你也甭看我 最近我这几眼犯啊 见天的连成功都不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二爷 我 您就知道了 我从小红里晒芒啊 就莲花穿那个大红袄子 他出我眉头啊 肯定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他穿了件大红袄子 我三哥告诉我 怎么会是我说的呀 那天明明是刘小八叔 千二爷 您叫高抬贵手吧 这几个不长进的家伙 在哪儿见过莲花 我不知道 反正 我府上没有莲花这个人 刘巡长 你要是不信的话 那就请你带着搜查令 到我府上来搜 否则 我可不欢迎啊 二爷您说的没错 今天我确实没有什么搜查的权利 不过 二爷您在道上混了那么长时间 应该清楚道上的规矩 我们警察署 我们警察署跟帮派之间 本来是和平相处 但如果出了人命的事的话 那可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今天过来也就是给二爷您提个想 于公 您为这点小事惹上人命官司 那不值当 于私呢 我倒是听到些风年风雨的 说二爷您捧的那个叫喜珠子的戏子 和莲花的爷们天和是老相好的 这莲花要是死了喜珠子有了天和 他还能从了您啊 得了 二爷 今天多有打扰 我先告辞了 游巡连 您请 送客 我先告辞了 你小 你小个屁 你赶紧给我弄点吃着 将军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那箱子里再给我找找 将军 这箱子也全装到您要进行财宝 这东西不堪恶 好了 你他娘的别废话了 走走走走 来 快快快 快去弄点吃着去 行 我来我来 快快去 好 将军 没人 哎呀 门在里边查查的肯定有人 快点 敲 乡子 出去看看 哎呀 你看我干啥 十斤敲啊 那么点事谁听得见呢 看 看 开门 有人吗 开门 开门 你过来 我来了 快点 真是长官不敬礼 老东西 还拿自己当将军呢 这不敬就不敬呗 你们想干啥 走 走 出去 哪儿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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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 走 走 来 你不忌,我就不相信是吗 你不忌ительно 你回去想要赞个ancen textile 你可以把算掉了 你 cortex 莲花呢 地窑里关着呢 这些日子我心里不踏实 可千万别让那个姓刘的说中了 要闹出人命来 官府可没法交代 你去看看 拽拽去 阿姨 阿姨 什么事 莲花现在气儿虚得很 我姑娘这要玩玩了 咱们赶紧找个地儿把它埋了 医生要不然死在府上 就麻烦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送医院呢 等等 等等 送到外国人的医院 千万千万别让他死了 兄弟 兄弟 咱们往日无缘 尽日无仇 你们这是干啥啊 这是 你平日里对我们手下 把阴狠毒辣 想不到你有经验 兄弟们 你们今天如果放我一马 我马上那些财宝 就都给你们了 真的 对对 真的 这你大爷 你死了那些都也不还是我们的 你傻了你 这 这位兄弟 你瞅着面善 以前啊 有对不住的地方 你 你包啊 你放我一马 啊 啊 我孙娘娘 你不认识 我可认识 你杀了锐王爷跟福建 害得他们一家老小都没了货子 这仇我可都记得了 那 到底是 我媳妇是锐王爷和哥哥 莲花 兄弟们 跟我说 你 你 跟我说呀 跟我说 跟我说 二爷跟那个唱群的 跟屋里喝酒呢 趁这机会 我跟你们俩倒了倒 嗯 这二爷最近年纪大了 越来越怕事了 咱们什么时候让别人这么欺负 咱们就靠欺负别人过来 没错了 就因为这个臭力吧 咱们这次跌足了面 咱们里外不是人 感到最后 还把那女儿送医院治病去了 连他们一咬肺 都是咱们弟兄们偷有包点着 就是 再这么下去 咱们福头帮改叫资产团托 今儿个 咱们哥儿仨带几个弟兄 把那男的股抓换 嗯 行 走 走 寂寞如花开 没人爱才占 苦苦守候却不见他来 无语的对白 孤单一片海 海的中间是我飘的船 你是我的港口 想要停靠 却靠不了岸 黄风总是吹乱我的船 不管经过多少风浪 先旦到达了彼岸 却发现已经拨了别的船 却发现已经拨了别的船 在关键 河风总是吹乳的船 不管经过多少风浪险 但到达了地岸 却发现已经过了别的船 我是孤独的分 脚步的船 找不到干完 何处才是我停泊的 啊